我坐这边 欢迎马云 我们都可能变成他的顾客的 阿里巴巴上市的时候 是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上市公司 我想谈一谈他个人的故事 谈谈他尝试了多少次 失败了多少次 为什么持续做下去 而且今天到了哪儿 是怎么达到今天这个程度的 下一步去哪里怎么去 而且一旦实现了目标 对于他来说是什么意思 意味着什么 以及对他想启发的人意味着什么 首先我的问题就是 你为什么又回到达沃斯了 这七年可是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我上次是08年来的 但是01年的时候我是来过 是作为七年领导人的身份来的 当时我并没有听说过达沃斯 来之前没听说过 我到瑞士来的时候 看到很多瑞士的年轻人在示威 我当时一看 我说你们在做什么 他们说是反全球化 我说为什么 全球化是好事啊 你们为什么不喜欢 然后呢我们旅行走了两个小时 还有机枪啊 还要检查身份 我觉得这是到底怎么回事 我们是去监狱还是怎么回事 我参加论坛的时候 作为一个七年领导人的身份来的时候 我感到非常兴奋 因为有很多想法思路 三到四年里头我学到的是 什么叫做全球化 什么叫做公司公民 社会企业 这些词是什么意思 这些都是新的想法 我看到很多伟大的领导人 谈领导力 我受益良多 08年呢 09年 金融危机 我当时想说 还是回去干活吧 我们在世界上光谈是赢不了的 还是回去吧 花了七年时间 现在我再回来 我觉得 应该回报了 我学了很多 12年以前学了很多 为什么不跟现在 今天的年轻领导人 去跟他们谈谈呢 分享我们的经历呢 好 我们先说说你今天的情况 说你现在阿拉巴巴有多大 每天都有人 有多少人来买东西啊 每周有多少人啊 增长速度呢 我们有一亿多购买者 到我们的网站上去购物 每一天 这是 一亿多啊 对 一亿多 我们创造了 1400万个创业旧库 这是有的是直接的 有的是间接的 我们呢 是从18个人 发展到 3万人 14人当时是在我的房间里头开始的 现在 很多 很多人 跟15年以前相比 我们很大 跟15年之后的话 我们现在仍然不够大 你们15年以后会有多大呢 我想 15年之前 我跟我的团队说 过去的15年当中 我们从零 发展到这个规模了 15年之后 我希望大家看不到阿里巴巴和淘宝 因为已经到处都有了 我想 15年前 我们还在谈什么叫做电子商务 为什么小公司能够用电子商务 用互联网 能够出口呢 我希望15年之后 人们早都忘记电商了 就像电一样 谁也不会把电看作是高科技 所以呢 我觉得 15年之后 我不希望看到在街上 仍然在谈 为什么 怎么样 才能够利用电商来发展 所以 谈谈想法的话 是不是现在你超出当年的预期了呢 我们的上市呢 不大 可你说的可是是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上市啊 而且是在 中国的话 你们是占银行的第二大的这个地位了 我记得01年的时候 我们去融资 是300万500万美元的风险投资 我们被拒绝了 我们说 我们又再回来 这次呢 当然融资融得多了一点 我觉得 我们想的更多的 就是 250亿美元 怎么花 怎么花的要有效率 这不是钱啊 这是世界各地对我们的信心啊 信任啊 他们希望我们做得更好 帮助更多的人 而且他们希望有更好的回报 所以呢 给我带来了更大的压力 我们的市值超过了IBM 有人还有人说超过了沃尔玛 我们是 市值最大的10到15家公司之一啊 全球啊 我跟我们团队说 跟我自己说 这是吗 我们还不是那么强啊 但是很多年以前 人们会说 阿里巴巴的模式很糟糕 不会赚钱 这个那个的 什么的坏话都说了 亚马逊好 Ebay好 谷歌好 我们阿里巴巴这个模式 在美国是不存在的 我跟我们的人说 我们比人们说到要好 现在我们这么大了 我说 不 我们还不如人们想的那么好 我们这个公司 只有15年的历史 平均年龄 才27岁 28岁 都是年轻人 我们做的事情 是人类从来没有尝试过的 好 我就谈谈未来 再回过头 说一下 你在杭州出生的时候 你们总部还在那 对不对 我们的根是不能动的 一定要扎在那 你是60年代长大的 64年 生于64年 那是文化大革命的时候 是不是 是的 那是文革 我祖父是个小地主 解放之后呢 被认为是坏蛋 我知道 当年 我那个时候 真不容易 你是进了三个学院 是吧 你升起三个学院 每次都被拒绝了 是啊 有个考试嘛 年轻人 你要上大学 你得 去考试 我 失败了三次 还有很多呢 很奇怪的事 比如说 小学的主要的考试 我不及格两次 然后呢 中学好像是 考试是 不及格三次 你不相信的 在杭州 我的城市啊 只有一家 一所中学 只开了一年 从小学变成中学 我们的 我们毕业的时候 没有中学接受我们 我们学生质量太差了 所有的小学就变成中学了 那么 被拒绝给你带来什么影响呢 我们必须习惯于此 我们自己一点做得不好 现在我们也经常碰到人拒绝我们 我大学毕业的时候 我试了三年 近三年 大学都没进去 然后我申请工作 是申请了三十次 我想去参加警察部队 他们说你不行 就连肯大鸡啊 到中国来的时候 二十四个人 去申请工作 二十三个都被接受了 就把我给拒了 我想去 报名参加警察 五个人当中 四个人接受了 就是我被拒绝了 我呢 被拒绝 顺便说一下 我告诉你说 我还申请去哈佛 申请了十次 都被拒绝了 我知道 他们现在感到遗憾了吧 是不是 你说十次了 你去说 想去哈佛 是不是 我想啊 我有一天 可能会到那里去教学的 主持人说 我们可以安排这个 理查德尼克森到杭州来了 后来呢 旅游业就通飞了 是不是就是你 就是从那开始学英语的 是的 我不知道 十二 二十年间呢 我突然间就爱上英语了 而且呢 当时没点学啊 没有书 所以呢 我去杭州饭店 现在叫做杭州香格里拉了 当时呢 这个饭店 是可以接受外国游客的 所以每天早上啊 九年 我自愿免费当导游 他们叫我英语 确实改变了我 我是百分之百的中国制造 我这英语从来没在国外学过 人家说 马云云啊 你的英语怎么这么好 你有的时候 说话像西方人一样 我想那就是那九年 这些西方的游客呢 打开了我的眼界 他们教我的所有的东西 都是很不同于 我在学校里学的东西 在我父母那儿学的东西 所以我现在有个习惯 我看 东西呢 都用脑子里想想 想两分钟 那为什么变成 Jack这个名字 怎么来的 哦 这个名字是个女士 田纳西的一个游客 女士 她给我的名字 她到杭州来 我们成为比友 马云呢 对她来说是很难说的 这个名字 她就问我说 你有英语名字吗 我说没有啊 你给我一个吧 她说好啊 她说 我的父亲是Jack 我丈夫也是Jack 你觉得怎么样 我说好啊 我就成了Jack了 你第一次去美国 是95年是吧 是的 95年 我去美国做个项目 帮助地方政府 建高速公路 你试了互联网是吧 是的 我是在西雅图 是的 有个楼叫做美国银行 是不是还在吗 不知道 这是一个大楼 我的朋友在那 开了个小办公室 大概只有这个房间的10% 有些电脑 他说 Jack 这叫互联网 我说什么叫互联网 他说你什么东西都能够找得到 当时他们叫Mosaic这个技术 非常满 我说我不用 我不想打字 因为电脑在中国是非常贵的 我要把它弄坏了 我要可付不起 他说你就搜搜吧 我就搜了一个词叫做啤酒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想大概这个啤酒 拼写比较简单吧 我看到德国的啤酒 美国的啤酒 日本的 没有中国的啤酒 我说 我在打第二个词 中国 没有任何数据 没有任何数据 这是95年 没有任何中国的数据 所以我就问我的朋友 我说 为什么不做一点中国的东西呢 所以我们做了一个很小的 很难看的网页 叫做 我自己 我当时有个翻译公司嘛 我们列了一点东西 感到震惊了 早上9点45分 我们公布了网页 结果9点钟 同事给我打电话 说你有电邮了 我说什么叫电邮啊 所以大家都感到非常激动 说你在哪里啊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 一个中文的网站 这怎么可能呢 我们能不能做一点事呢 所以呢 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哈 我们得做 你为什么把它叫做阿里巴巴呢 阿里巴巴 嗯 我在学习的时候 我知道互联网是全球性的 文明给一个全球的名字 一个有意思的名字 当时最好的名字是雅虎嘛 我这想了很多天 我突然觉得阿里巴巴不错嘛 我当时正在三番市 有个我在吃中午饭 那个服务员说 来了 我问他说 什么叫阿里巴巴 你听说过阿里巴巴吗 他说是听说 我说是什么意思 他说是就是芝麻米啊 我说哎 这个不错 结果我问了十个人 他们都知道阿里巴巴 芝麻开门这事 他们都知道 我想哎 这个名字不错 而且字母 第一个字母是A 你不管说什么 我们都在顶上 第一个嘛 你过去说过了 建立了阿里巴巴 你要建立信任 因为人们呢 是习惯于面对面的嘛 你怎么能够建立 网上的信任呢 我觉得 我们开始做业务 在互联网上 你不认得我 我也不认得你 那怎么能够 在网上做事呢 那就要靠信任啊 电商 最重要的 那就是信任 我想我第一次去美国 去融资的时候 跟风险投资者人 谈话的时候 他们说 捷克啊 不行不行不行 中国做事情 都是靠关系 你在互联网上 是做不成的 而我知道 要是没有个信任体系 那是不可能的 那生意没法做 所以呢 在过去14年里头 我们做的所有的事情 都是要建立起 这信任体系 记录体系 查理啊 我感到 今天很自豪的 就是 在中国 在任何地方 人们都不相信自己了 不信政府 不信人 不信媒体 大家都说 这个人是骗人的 但是由于有了电子商务 我每天做的生意额 是6400万美金啊 相互不认识的 我也不知道你 但是我把茶笔会发给你 你不认得我 可是你会把钱寄给我 我不认得你 我给一个包裹 我也不找他 他会把我这个包裹 跨洋 跨大地 去送货 所以这是信任 我们每一天 看到的是6000万次信任 你刚开始是搞了这个 账户 是吧 就是先留的钱 然后拿到货品以后 才能够结账 是吧 是的 这叫阿里配 叫支付宝 这就是 我 喜欢达沃斯的原因 当时做了很大的决定 头三年 阿里巴巴 就是一个 电商市场 其实是个信息 你有什么 我有什么 我们谈了半天 不做任何交易 因为没有支付 所以我跟银行问 银行都不愿意做 说你这个东西 不可能做成的 所以我就没办法了 我要推出一个支付系统的话 那是违反金融法的 你得有执照 可是我不做的话 那电商的话 是不可能发展的 所以呢 我就来了达沃斯 听了一个领导力的讨论 说领导力是 就是责任 我听了讨论之后 我就打电话 给我的朋友们 同事 我说 做 现在就做 马上做 如果做错了的话 如果 如果有个人要去监狱的话 我去 这非常重要 对中国很重要 对世界很重要 一定要建立起 这个信任体系 如果你不去做的话 而且不做好的话 要偷钱的话 要是洗钱的话 我把你 把你送到建议里去 就这样 人们当时不喜欢这样的 我当时交代了很多人 说支付宝的时候 他们都说 这是最傻的 你是最傻的一次 最傻的主意 我才不管你是傻不傻 只要人们愿意用就行 现在呢 有八亿人 用我们的支付宝 很傻 你做好了 还不错 支付宝 是另外一个公司 不是阿里巴巴的是吧 现在我们谈钱 你从中国政府 都没得给我一分钱吗 没有 我开始的是想要 后来我也不要了 我认为 公司老想 从政府的口袋里头掏钱的话 那你这公司 就是烂公司 你要想 怎么样从顾客来去转钱 从市场去转钱 帮助顾客成功 中国银行也没给你带过 中国银行没给你带过款吗 没有 当时我想要 现在他们要给我钱 我才不要呢 你和政府的关系 我想说说 如果 有些人是怎么说的 他们说 你的存在的环境呢 是竞争有限了 所以你能够成活了 是不是啊 对于私营公司 这是个好事吧 我想我们和政府的关系的话 是很有趣的 头五年呢 我为政府兼职工作呢 这个外贸部门呢 做了五年 做了十四个月 是九七年 我学过了 你千万不要仰赖政府 来做电子商务 我开始做自己的公司的时候 我跟我们的团队说 要爱政府 但是别跟他结婚 尊敬他们 很多人说 政府官员啊 都讲电商啊 控制啊 等等 我觉得 是机会 是责任 我们要跟他们交谈 跟他们说 互联网怎么能够帮助 所以你跟他们说 就业了是吧 哦是啊 一直是在这样说 很多人 和政府辩论 抵制政府 过去 十二年当中 到我公办事 里头 我都跟他们说 我们能够怎么样的帮助 经济 创造就业机会 为什么中国能够 由互联网而改善 当时互联网 对任何政府 都是新鲜事物啊 所以你要说服他们 你是有机会的 所以今天 我很爱谈 可能我现在 很爱跟别人谈 恐怕就是这个原因吧 那政府到你这来 问你说 是不是为他们做一些事情 是不是啊 通常啊 政府来找我的时候 能不能为我们 做这个项目的时候 我都说 不 我不做 我可以介绍一些朋友 帮他们 他们来帮你做 但是你要 持续让我做的话 我说那我做 但是我不收钱 下次你也不要再找我了 但是 最近 有些政府的机构 来找我们 因为每次春节的时候 火车站 车票很难卖 成千上万的农民工啊 春节的时候要回家 可是要订票的时候 整个系统就崩溃了 有五年了 所以我跟我的年轻人说 去试试他们 一分钱别收 我不愿意看到 数以百万计的农民工 无法在城市里买车票 这不是为钱 也不是为政府 而是为数以百万计的 普通老百姓 他们可以买到票 下雪的时候 不用排队 用手机 网上 就能够买到票 在你的历史当中呢 有一个很大的上市的事情 是雅虎 投资额是达到 达到了十亿美元 对雅虎来说 是个非常好的投资 但是 你 自己融资 在中国外融资 投资 这那里融资 融过这么多钱吗 我是 感谢所有的 投资者 99年 2000年 就雅虎那个时代的 很多人都说 这个捷克 是 马云啊 是分了 他做的事情 我们是不理解的 很多风险投资者 给你钱 是因为 有这个美国的模式 都是很现成的 你这个阿里巴巴 这个模式没见过 所以他们说 你马云疯了 是不是啊 是的 我还记得 时代周刊 谈到我的 就说 你是个风马云 我说我们疯了 但是我们不傻 我们知道 我们在做什么 如果大家都 同意我的看法 都觉得 我们的主意好的话 那我们就没机会了 我们融资 得到的钱 我们是很感激的 我们投资者 现在赚了很多钱 我感到很自豪 也很荣幸 你知道在美国 人们倒提到 隐私的问题 谷歌 苹果 都是碰到这个问题 问题就是 政府能不能够 接触你们的文件 如果中国政府说 你对人的情况 了解很多 你有他们的交易 记录 很多人的 如果中国政府说 我要看你的文件 你怎么说 目前为止 我还没有碰到 这样的问题 我跟他们说过 不管什么政府 你要到这来 国家安全 反恐 反恐 我们一起合作 如果你是罪犯 我们跟你合作 除此之外 不行 我们是商业 数据非常有价值 我们都不知道 怎么样 这个数据要泄露的话 就成灾难 这里当然有隐私问题 我觉得 几百年前 人们说 我宁可 把钱放在枕头底下 也不要放到银行里 今天 银行也很特别 他们知道 怎么保护钱 比你知道的多 隐私问题 安全问题 今天 我们可能没有 解决档案 没有答案 但是我们的年轻人 会有解决方案 在经过10到20年 会有突破的 我 完全有信心 你的 一生 证实了一个理想 就是说 没有做不成的事 如果人说 不行 你就说 这只是开始 这个主意 你从哪来的呢 刚开始的时候 我并没有想过 我觉得 我是年轻的时候 我觉得什么都能做到 现在我知道了 不是所有的事情 都可做成的 有些事情 所以你要想一想 你要想其他的 要考虑 顾客 社会 股员 股东 有很多事情 我觉得 如果你 持续地努力工作的话 那是有可能的 我觉得 我感到 很热情的 就是我们做的事情 前五年 我们只是想存活下去 那是2000年 是吗 后来 我觉得 哇 这么多人的生活 都改变了 我感到非常 兴奋 头三年 我们 没有收入 我们非常 激动 继续做 我记得 很多次 我去 餐馆吃饭的时候 有人会过来 我要付账单的时候 餐馆的老板说 先生 你的账单 已经被别人付了 这个小单子 上面写的说 马先生 你好 我是阿里巴巴的顾客 我赚了很多钱 我知道你不赚钱 我替你付钱 我记得 有一天 我坐在咖啡馆里头 有人给我 递了一个 雪茄烟 里头有个纸条 说非常感谢 我是你的顾客 我还记得 我在北京的 香格里拉饭店里头 我上出租的时候 有一个人 替我开门 在门口的一个男孩说 非常感谢 马云先生 我用 我的钱 我的女朋友 通过你的网站 赚了很多钱 所以这些事情 你就知道了 如果你不做的话 什么事情都不可能的 你做的话 起码有希望 你的收入来自于广告 还有一小部分 来自于交易费 大部分是来自于广告 一小部分来自于广告 是的 交易和广告的收益都很小 我们需要量 我们有一千万小公司 弄我们的平台 我们的交易的话 这仅次于沃尔玛 所以很小 很小的一部分的钱 就已经数量很大了 我们是仅次于沃尔玛的 我知道我们沃尔玛的一个高管 到杭州来 五年前来的时候 他说 马先生啊 你做得非常好啊 然后我说 可能十年以后 我会比你人大还大 他说 年轻人 你真是有个希望 我说 那我给你赌吧 我说十年之后 我会比你销售额 会超过你 如果你想要有一万新顾客 你得建仓库 对于我来说 我只要两个服务就行了 你现在市值跟沃尔玛 是个怎么个比较啊 我不知道是不是接近啊 我想是 可能一会儿我们去看一看啊 那你下一步往哪走 马云希望得到什么 我想我们是一个互联网公司 我们都有这种企业的 创业的精神是相同的 我们是中国造 我记得当年开始的时候 我的使命就是要帮助 猪小企业做业务 所以今天呢 有数以百万计的小企业 用我们的平台 卖东西 三亿消费者 从我们网站上买东西 很便宜 效率很高 所以我想 阿里巴巴 怎么能够为全球的小企业 提供平台呢 如果我们的帮助 挪威小企业 卖东西 卖到阿根廷 阿根廷消费者 可以买东西 从网上 从瑞士买 如果我们 我觉得我把它叫做 不知道 这个用词不对 我把它叫做 电子的世界贸易组织 世界贸易组织 是上世纪成立的 它帮了很多大公司 在世界各地买东西 今天互联网 可以帮助小企业 卖东西 跨大洋 跨国境 我希望 我们能够服务于 20亿消费者 能够帮助 中国以外的 1000万小国公司 是中国之外 我们帮助 华盛顿的 华盛顿州的 一个美国农民 去年 他们把樱桃 卖了300吨 卖到中国去了 美国大使找我说 马云 你能不能帮我们 卖樱桃 我说什么叫樱桃 他说水果 他说为什么不能 卖水果呢 我说好 我们试试 我们开始卖樱桃的时候 樱桃还在树上呢 所以我们预订单 收预订单 8000万家庭订货 我们赶紧收樱桃 运到中国 48小时之内 我们就把樱桃 全卖完了 消费者非常高兴 我们得到了很多 投诉信 三天之后投诉信 说为什么 只卖100斤公斤啊 为什么不多卖一斤啊 所以呢 两个月之前呢 我们搬住 我们卖了 在中原的帮助下 我们办了300吨的坚果 卖到了中国去了 我们还卖了 阿拉斯加的海鲜 卖到中国去了 我想我们能够卖海鲜 可以卖樱桃 为什么不能帮助美国 或者欧洲的小企业 卖东西卖到中国去呢 中国需要啊 所以我就想做的 就是这个了 要让20亿消费者 中国的亚洲的 发展中国家的 怎么能够帮助他们 买东西 全球买 阿里巴巴 帮助后 数以百万的人 从脱贫 变成中产阶级 你们在增长的时候 他们这个人数也在增长 你看看国际市场 你在俄罗斯做的很不错 做的多好啊 做的相当不错 我们在巴西也做的相当不错 俄罗斯我想现在 我不知道 我们要不是第一就是第二 或者第三最大的 电商 我记得去年 我们开展了一场运动 也就是说很多俄罗斯的年轻男女想从中国买东西 你知道吗 一个俄国女孩下订单 收到产品从中国是要多长时间 两年前要四个月 他们还在买 经过我们一场运动之后 只要一个星期就可以了 我们把整个俄罗斯的物流体系 全部征服了 你还 好莱坞还投资 你去那干什么 我喜欢好莱坞的创新 这个数码这一切 我学到了很多 都是从好莱坞电影里学的 尤其是阿甘症状 我非常喜欢阿甘 为什么呢 因为他很淳朴 从不放弃 人们认为他傻 但是他知道他在做什么 我感到很沮丧的 是02,03年吧 在美国的时候 不是不是 比那个早 我感到很沮丧 我找不到互联网 然后一看电影 从我家里 朋友的家里看 这个阿甘症状的时候 我一看 就是这个人 我们得向他选 相信你自己做的事情 非常热爱 人家喜欢不喜欢 不管 而且我也喜欢 他们说的话 生活就像一盒巧克力 你不知道你会到的什么 我也不会想到 会有一天 跟大家见面 在这里 接受你的采访 我是从来没想到 但是今天发生了 我跟我们的团队的人 15年前 跟我们的团队说 喂 我们的努力啊 不是为我们自己 如果我们成功了的话 年轻人当中有80%都可能成功的 你看我们爸爸也不付 叔叔也没权 银行不给我们钱 政府也不给钱 就是自己干 那你担心什么呢 我担心的是 现在的很多年轻人 已经失去希望 没有愿景 就爱抱怨 我们也有类似的时代啊 这不好 被人拒绝啊 被这么多人拒绝 可不是好受的事情 我们也感到沮丧 但是后来呢 我们发现 世界上是有很多机会的 你怎么看世界 怎么捕捉机会 还有好莱坞 也给我了很多灵感啊 可是你是去找生意的吧 你是想制作电影赚钱是不是 是啊 我们是电子商务公司啊 我们有很多产品啊 需要物流啊 电影 电视 是你不需要物流的 电影很可能是 最好的产品 是能够帮助 中国年轻人的最好产品 帮助他们理解 我给中国的朋友们 是怎么说 我说你看美国的电影里头 所有的英雄 刚开始呢 都像是坏人 就是坏事来了 他们变成英雄了 最后呢 他们也都存活了 中国 你看英雄呢 中国电影里头 英雄都死了 所以坏人变成英雄了 谁想当英雄啊 所以你想改变中国的这个英雄的电影 是的 英雄 我们现在很多英雄 世界里头很多 你也在看这个功夫小说吗 我看 也开始写了 我觉得很好玩啊 功夫啊 你是想 你自己做不成的事情 如果有点运气 不断的练习的话 有个好师傅的话 有个好团队的话 你就变成的大师了 所以呢 我忙的时候 累的时候 我就看功夫小说 你还和太极 就是那个太极 是吧 太极 对 太极 太极师傅 你跟他带着他走 为什么 我非常喜欢啊 太极是个哲学 是阴阳 太极说的是 你怎么平衡自己 就像竞争一样 人们说我 竞争的时候 说你是不是仇恨一倍 我说不不不 他们是个非常好的公司 他来我走 你在这打 我就打那边 对不对 你在打上边 我就打下身 对不对 这是个平衡嘛 你中 我小 我小的时候会跳啊 你中了 你就跳不起来了 对不对 太极就是个哲学 我用太极哲学 来运营商业 振绩下来 总是有出路的 把持好自己的平衡 同时 商业就是竞争 竞争是很好意思啊 商业不是战场啊 不是你死我赢啊 商业是 你死了我也不一定赢啊 所以呢 这是很好玩的 所以太极给我了很多灵感 你希望你的生活 你的公司 阿里巴巴 能够改变世界 你已经在改变世界了 你提供了个平台 使人们可以买东西 而且让很多人有了生计 而且你也相信阿里巴巴 是应该能够改变妇女的生活 你现在在做什么呢 首先第一 在很多年以前 我想改变事变 现在我想你要改变事变的话 改变世界的话 要先改变自己 改变自己是更重要的 而且比较容易 比改世界要容易 第二 我想改善世界 要改世界的话 恐怕是奥巴马做的事 我的工作呢 是要确保 我的团队很高兴 满意 他们满意的话 他们就让顾客满意 我们的顾客都是小企业 他们都高兴的话 我们也都高兴 说到妇女的时候 我觉得阿里巴巴的成功的 秘诀之一就是 我们有很多妇女 你的比例有多大 我想两三个月之前 上市之前呢 有一个美国媒体的记者 到我们公司来 他问我说 马云安 你们这儿女的这么多 我说 怎么了 我们 我们有员工47% 是女性 47% 我们其实是51% 现在呢 我们买了一些 我们本来是51的 买了一些公司以后 他们的男人多 所以我们的比例下降了 我们的管理人员当中 30%是女的 高层 最高层的里头 有24%是女的 有女的CEO CFO 很多女性 我感觉跟他们一起工作 很舒服的 在这个世界里头 妇女 如果你在21世纪要赢的话 一定要确保 要让别人有力量 要让他们比你强 你才能够成功 所以我觉得 妇女她想别人 想的更多 妇女总是想孩子啊 丈夫啊 父母啊 想的比男人多 所以这就是 用户友好的这个根基了 还有我们一两分钟 就要结束了 在中国今天 你是不是担心经济放慢啊 不 我才不担心呢 我觉得中国放慢速度 好得多 不能老是9%啊 中国今天 是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 不可能老是9%啊 如果中国还是9%的话 那肯定是有问题的 蓝天就看不见了 而且质量也不会有了 中国现在要注重质量 经济的质量 如果我们有很多好莱坞啊 有很多体育啊 等等 那GDP要大了 还好一些 就像人的成长一下 你的身体是不可能 无限制的增长吗 到一定的时候呢 增长速度会放慢 但是你脑子 心 文化价值和智慧 这个要增长 我觉得中国 想到这个方向走 你看到了 莫迪 印度的莫迪 看了吗 你想去啊 是吧 好的 最后 你是世界上 现在最富有的人之一了 你的公司 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公司之一 你想 从阿里巴巴之外 超出阿里之外 还要得什么呢 我是最富的人 我跟我自己说过 我过去三个月不高兴 人们说你是最 中国最的最富的人 人们说你是全球知名人士了 我说我不是啊 你是啊 我从来没怎么想 可能是 可是不管怎么样吧 15年以前 我在我的房间里头 我当时太太是18个闯石之一吧 我问她 我说你希望你丈夫富有吗 我当时从来没见过 中国有什么富人 杭州也没有 还是你希望你丈夫是受人尊敬的人 她说当然是受人尊敬的 因为她从来不相信 我也不相信我们会富的 我们只想活下去啊 我相信我们有一百万美元 这是你的钱 两千万美元的时候 你就开始有问题了 你担心通货朋友知道 要买什么股票等等 头疼了 你有了一一 有十亿美元以后 这钱就不认你的了 那就是信任 是社会把信任给了你了 他们相信你能够把钱管好 能够把钱的用的比政府更好而已 所以今天呢 我有资源 做更多的事情 我们现有的钱 再加上我们的影响力 我们要多花时间 花在年轻人身上 我说 有一天 我会返回教学 去学校 花时间 跟年轻人一起 跟他们分享 我做的事情 钱不是我的 我只是 很高兴的 拥有这些资源 我想做得更好 你跟他们讲你的故事就行了 对 跟他们讲故事 我觉得这个世界上 可能被拒绝三十次的人不多吧 我们不能放弃 我们就像阿甘一样 持续的争斗 持续的改变自己 不要抱怨 你成功不成功 我觉得 我觉得 人们做完一个件工作 如果犯了错 失败的话 如果向别人去抱怨的话 那这个人就不会再回来了 如果这个人呢 只是检查自己 是 我这做的不好 那做的不好 那这个人就有希望了 马云 在这个 我代表在场的观众 和世界各地观众 感谢你